先不管他 好不好 今天讲CSRF 跨战请求伪造攻击 刻着目标 首先重点也就是我们前面两部分列轮 一个是CSRF的前置知识 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cookie 还有同源策略 session cookie session 还有额外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jwt 也就是叫jsonweb token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也用的比较多 然后这是主要主要就是介绍一下这些情织内容 然后还有我们的跨CORS 叫什么跨域资源共享 有很多的概念还有一些原理性的东西需要做一些铺垫 大家好好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http这个协议 我们知道http这个协议呢 它是一种无状态的对吧 我们知道它是一种无状态的 叫无状态的协议 所谓的无状态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说它是无状态的协议 它不是 它有状态吗 我们怎么去判断它 这个无状态指的是什么 你想一想 嗯 我们一个请求过去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用户我是张三 我去访问你这个网站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又去访问你 你认不认得我 不认识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的什么 设置的话 不做一些什么 通过一些手段的话 你是不管你访问我多少次 我都不认识你是谁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你要跟我发起HP请求 对不对 但是我不能识别你的身份 然后我们在很多的什么 web的这种系统里面 经常会涉及到 比如说你是什么用户 你就有什么权限做什么事情 对吧 那你 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一个最简单 最基础的 比如说你登录了过我这个网站 然后我希望你下次登录的时候呢 就不用什么输入账密码了 对不对 直接什么登录进来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什么 这种电商网站 电商平台 或者说很多的需要登录的这种网站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一旦我们登录成功 你下次再登录的话 除非你把cookies给清掉 对吧 那否则你 重新登录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输入账号密码的 但是 那这个什么 这样看起来好像 针对什么 对于HTB来说 它是不是 可以实现这种状态化 或者叫绘画保持功能 但是HTB本身 它是无法什么 它是无状态的协议 无状态的协议 然后我们后面的呢 Cookie和Session 就是为了什么解决 HTB的状态化 绘画所提出的什么机制 正因为它无状态 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Cookie和Session Cookie呢 是通过在客户端记录什么 信息来确认用户的身份 那Session的话呢 是通过在服务端记录信息 来确认用户端的 确认用户的身份 这两个不同 然后关于HTB的内容呢 我们在协议工坊里面 有专门针对HTB这个协议 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这个协议我记得讲的是最多的 对吧 然后我们有讲Cookie和Session吗 没有 对吧 没有 还没有详细讲Cookie和Session 这两个机制 JWT我们先等一下再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Cookie Cookie 那Cookie 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有种我们用Chrome的话 对吧 来访问一个 BD BD BDBD.com 然后点右键审查 然后点到Application这里 应用这里 然后 这个是浏览器的存储 存储内容 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存储 我们看到Cookie这边 就是关于这个站点的 BDBD的什么 B站的这个存储 当我们没有登录的话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Cookie存在 也会有一些Cookie 当我们登录的时候 同样的 会创建一些服务端会 也会给我们去生成一些Cookie 登录的话呢 主要会生成一个叫Session ID 我们在主要是来看一下这个Cookie 它的作用 首先Cookie是什么呢 它的定义 Cookie呢 Cookie是一段是吗 保存在什么地方呢 保存在什么地方呢 浏览器 对不对 客户端或者说浏览器都属于客户端的一小段 文本信息 它是文本信息 对不对 它是文本信息 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 什么ID 名称 值是什么 名称值是什么 后面是不是还Cookie 除了名称值之外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原数据 也就是属性对不对 就每一个名称值都会有一个什么 都会有很多的属性 好 然后这一段信息 它的大小是多大呢 不小于吗 不大于什么 4KB 所以它是一小段文本 它不会很大 对不对 不会很大 然后浏览器什么 每次访问服务器的时候 为什么 自动附上这段信息 通过什么来附上 通过请求头部的一个字段 叫什么字段 Cookies字段对吧 有个S 通过Cookies叫头部字段 它会放在Cookies这个头部字段里面 然后Cookies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场景 主要是用在哪些方面 首先它可以什么 使用来什么 做绘画保持 对吧 绘画保持 或者说绘画管理 它可以保存什么 什么登录状态 比如说用户登录了 对吧 你登录之后 我服务端给你发 给你发一个 Session ID 对吧 然后放在Cookies里面 但是注意一下 Session和Cookies这两个 我们等一下在讲Session的时候 我再详细讲一下它的区别 比如说还有什么 还有购物车 比如说有在早期的购物网站 你是不需要登录 就能把东西加到购物车里面 有没有遇到过 现在要登录的 以前是可以不用登录 对很早以前 那它是怎么记录什么 你没有登录 那我怎么知道 你购物车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也是通过Cookie吗 也是通过Cookie 有购物车的信息等 需要记录的什么 需要记录的信息 我们都 都是吗 主要这是第一种应用 就是绘画保持 第二种应用呢 一些个性化的信息 可以记录一些个性化的信息 比如说用户 比如说 假如说是视频网站的话 对吧 那他可能 这个用户呢 可能会经常点击某一些标签的视频 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Cookie 给他记录下来 然后服务端看到这个Cookie之后 就可以什么 定向的给你推送这些视频 对不对 或者购物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种购物网站也是一样的 你经常搜索哪些什么 类别的商品 那我就什么 在首页 访问首页的时候 你访问首页的时候 就可以什么 看到我很多的 我会 就是说我们服务端会推送这些商品给你 个性化的信息 他可以保存什么 用户的什么偏好 对吧 偏好 第三个 可以什么 追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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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记录 就是我们刚才说讲的记录什么 和分析用户的什么行为 这就是我们 哎 这种大数据对不对 经常讲的什么大数据啊 就是根据你的行为给你推什么 推好东西对不对 然后 cookie的什么 然后再来看cookie的特性 cookie特性 cookie可以干嘛呢 首先他可以记录什么 用户的 比如说访问次数 你访问我这个站点 来访问多少次 对吧 这是一个特性 然后第二个特性呢 是 他的不可什么 跨域 你叫不可跨域性 什么叫不可跨域 我们后面讲的一个叫同源策略 对吧 就是浏览器 这属于浏览器的一个安全特性 安全策略 这个是 我们浏览器的一个最最最基础的一个安全策略 如果没有同源策略的话 那我们互联网世界会变得很危险 对 因为 首先这个cookie信息 它是不能跨域的 因为存在什么同源策略 就是 我不能什么 从这个站点 比如说我这个站点用js去访问另外一个站点的cookie 对吧 访问另外一个域的什么数据 读读是不可的不可可以是吗 读书的 第三 它的什么属性 它有多种是吗 属性 cookie里面有很多种属性 有哪些呢 那这个属性 我们去找一个网页去看一下 随便找一段cookie啊 比如说这里 这个是请求头部 请 这是请求头部 想 我看一下响应里面 响应头部 在这里 响应头部现在没有什么setcookie啊 就我这个cookie是怎么发过去的呢 我们先看 把它拿出来吧 拿出来看一下 这个内容就其实就很乱了对吧 嗯 这个网站东西太多了 我们找一个简单一点的网站 我们用那个靶场吧 我们用dvw192168 34.130的49154 好 我们看这个 然后账号 admin 密码 这里可以点个保存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请求 请求方法呢 是 post 呃 呃 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 是login.php吧 是login.php吧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呃 请 不对 呃 应该是这个 是第一个 login.php 请求方法是post 然后看请求头部里面 然后看请求头部里面 看得清吗 请 呃这是响应头部 请求头部里面 现在是没有cookie的 现在没有cookie 然后我们看一下 响 这是响应头部 哦这是第一个还没有登录的那个 请还有没有登录的那个 包吧 我们看一下登录之后 这个 这个就对了吧 我把它靠出来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cookie 对吧 然后里面呢 前面是name 后面是value值 然后后面呢是另外一个cookie 如果有多个cookie的话 用封号隔开 然后cookie后面呢 一般还还可以携带很多的属性 这些属性里面啊 这属性体现在 我们看一下 在applications里面 我们去到这个站点啊 比如说第一条php session id 里面有一个值 里面有一个值 后面呢 有 除了名称和值之外呢 还有domain pass 那么 expire 对吧 超市时间和最大的吗 有效 max age 有效期 然后size 还有什么http only 还有secure 还有sense set 还有 priority啊 优先级啊等等 那我们啊 把它记录一下 这些属性里面呢 我们挑几个出来啊 首先看一下这个expire 和max-age 这两个呢 这两个呢 是cookie的什么 有效期 这两个的区别 expire后面呢 可以 就是max-age呢 后面接的是一个数 比如说我们多 在服务端后端那边 可以设置什么 你这个cookie有效期是多少 对吧 比如说有效期是 600秒 好 它的单位呢 实际上是 假说是600秒吧 600秒 那假说我们这个cookie的有效期 是600秒的话呢 我们当前的时间是 19点25分 那这个cookie 我通过服务端通过setcookie 这个响应头部之段 发送给什么 浏览器之后 浏览器收到之后 保存在自己浏览器本地 是不是 它的有效期呢 是通过expire来 显示的 通过一个日期 它会计算吗 根据max-age 来计算一个时间 比如说 如果是600秒的话 那我们就什么 我们的有效期就是 19点36分 10分钟 对不对 那就是20什么 22年2月多少 25号什么 19点36分过期 这是max-age 这两个是代表这个cookie的有效期 那domain呢 和什么 pass呢 domain和pass 比如说我这个cookie 它的欲为3w.百度.com 是不是意味着 当我去访问3w.百度.com的时候 这个cookie才会什么 自动附加这个cookie 我这个请求才会自动附加这个cookie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pass pass 假如pass是斜杠 那意味着当我去访问这个站点的根目录的时候 对吧 这个站点根目录的时候 也就是访问他首页的时候 我才会携带这个cookie 所以cookie这里呢 都会有欲和什么pass 呃 呃欲的话呢不能写成3w.百度.com 他只能写 呃欲名不能加主机名 比如说百度.com 是用于百度.com这个欲的 这个是pass用来什么 限制他的什么 呃生效范围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生效范围 然后面 secure和什么 secure和http only 这两个属性 是什么意思呢 secure是什么 如果secure这个值 为处的话 为处的话 意味着只有什么 这个cookie只能在https的 站点里面传输 知道吗 只能在这种hps站点里面传输 如果这个http only这个属性的值为 处的话 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能够通过js去获取此cookie 他只能够什么 只能够通过hp协议 通过hp请求的方式来什么 携带cookie 而不能什么 通过什么 比如说我们通过js 是不是可以用document.cookie 来获取啊 document.cookie 我们现在的级别 现在的那个级别是impossible 我们可以审查一下 审查一下 在console这里 document.cookie 有吗 有吗 是不是拿不到 假如说我把这个级别调高 不调低 不调高 然后我们审查一下 看一下这个 你这cookie是不是要更新一下 这个hp only的那个刚才是不是勾选的 现在是没有勾的对吧 那现在再去console里面呢去 获取一下它的当前页面的cookie 是不是可以显示出来 可以获取到这种console界面 这其实就是js的一个 操作界面 就是mini行的操作界面 就是调试界面 那js本来就是一个什么客户端的引擎吗 工作在客户端的工作也就是工作在浏览器的 对啊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js是跑在服务端的 跑在服务端的js呢 例如 哪个 你了解过吗 nodejs nodejs 就是跑在服务端的js 就类似于个类似于什么 python呢 或者jango这种 jango这种地位对吧 嗯 还有一个属性叫 samesite 也可以在这个 cookie里面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对吧 samesite 这个sensite是什么意思 这个sensite呢 其实是 用来防止 csf 攻击的 也就是我们 要讲的跨站请求攻击 因为如果我们呃 如果这个sensite的属性是启用的的话 我们举个例子吧 假设 有一个呃用户呢 去登陆了一个银行的站点 用户 登陆了什么 银行 什么东西 银行的站点 对不对 然后呢 银行是不是会给什么 给他 给用户呢 发一个什么 银行是不是会在他的响应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set cookie的响应投播 对不对 给用户呢 发一个 嗯 session 对吧 session id 然后这个session id呢 是基于什么 通过cookie来 传输的 啊 就放在cookie里面 然后传过去 然后假如说这个时候呢 用户 不小心什么 后 不小心访问了一个恶意的什么 站点 通过比如说通过什么钓鱼攻击 对呗 访问了恶意的呢 站点 但这个站点呢 可能跟这个银行的这个站点呢 长得有点像 那用户不小心去点击了 然后他在什么 对吧 然后这个站点里面呢 可能有一个叫 有一个表单 对吧 然后这个表单的动作 action 可能等于什么 等于原来的这个银行 sauce bank 原来的这个银行 的 什么 比如说 我们要transfer 对吧 要转账吗 转账 然后方法呢 是 method等于post post 然后这里面呢 可能有 两个框 就是两个输入 两个表单嘛 不是一个表单 里面两个输入框 一个是 转账给谁 但是我们不用用户输 知道吗 为什么不用用户输 我们直接什么 把里面给里面填值 为 这个不能补权 input 对吧 然后类型 比如说类型等于text name等于 然后呢还有什么 value 这里是不是可以直接写value等于 比如说我的值 直接就等于什么 什么 每一个某一个用户 比如说我们这个hacker hacker hacker这个用户 还有一个什么是金额 这个是用户 username 还有一个是money 对吧 金额 金额 这个角色它的值是3000块钱 然后同时呢它下面呢我们再写一个什么脚本 这个脚本呢直接点直接什么通过脚本来提交这个表单 通过JS的脚本来提交这个表单 而不止不什么不让用户去点击 用户去点击也可以 对吧 然后我们正常的攻击呢是直接提交表单 就你用户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直接点击这个页面就行了 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我们的CSF 跨端请求攻击又完成了 所以跨端请求攻击 它经常也叫什么 一次性攻击 就你只需要什么 用户要做的事情就是点一下 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管 你就中招了 对吧 就是类似于这种 所以这个samset呢 这个samset呢 就是用来什么 限制第三方的cookie 然后它的属性呢也有几个 比如说 它的值 有三个 strict 还有lax和一个num 这三个 一个是严格 严格是完全的禁用了吗 第三方的cookie 然后lax呢是 num的话呢就是不禁用 但是num的话呢要配合什么 htbs这个协议用 就是只有你的h 你这个站点是hbs 那你才能够什么设置为num 这个是 关于cookie的 这个是 嗯 再看一下 那cookie的传输过程 这里面没有图啊 嗯 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就是 cookie的什么 叫传输过程 首先是客户端对不对 到 跟服务端 通信 客户端跟服务端通信 首先第一步 客户端什么 向服务端 服务端 发起一个什么 hddp 请求 这个请求 呃 应该是一个呢 因为我们要有 呃 要设置cookie的话 应该是一个登录的请求 啊 就是里面包含 账号密码 但这个账号密码 想一想它可以通过什么方式 发过去 可不可以放在url里面 通过参数的形式发过去 可以 那怎么发 是不是 这样 hddp 冒号斜杠杠 比如说站点的名称 叉叉叉叉叻什么什么点抗 问号 username等于多少 对吧 再add pass word等于多少对吧 可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发过去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是一种 这是基于什么 get 基于get 那还有一种是基于post 基于post 基于post就是这个数据是放在 body里面的 放在body里面 它的内容是什么 也是user name and password等于什么什么 user name等于什么什么 但是它不是放在 我们的ur里面的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服务端 收到之后 服务端收到这怎么办 是是把这个请求里面的用户名和密码拿出来 然后再从数据库里面去取什么 取用户名 所对应的有没有这个用户名 去找有没有这个用户名 然后找它对应的密码出来 对应的色口语句是什么 就是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逻辑 就是我拿到什么 拿到 username之后 然后我用一条select的语句 select password 对吧 from user user是这个表里面 然后条件是什么 username等于什么 对吧 啊不对 这里这里 上面啊 嗯 这个应该是username这个字段 对吧 比如说user 这个上面这个编量呢是我们通过的吗 get user 对吧 get user 从这个 请get的请求或者pose的请求里面拿到的username的值 然后我们根据什么 用这个值和我们这个表里面的username这个字段做一个什么 匹配吧 这个是否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字段跟他匹配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把他的什么把他的内容呢负值给一个 变量嘛 比如说result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判断 有没有什么 result 有没有结果 有首先有没有这个值 有这个值并且什么 这个结果 等于什么我们的密码 对吧 等于什么我们从get或者post请求里面拿到的密码 如果一致的话 那是不是就登录成功 那 那就是什么 就是说什么登录成功啊等等 这样的逻辑啊 一般后端是这样逻辑去做用户的一个认证的 这应该看得懂啊这个逻辑 我没有写具体代码 所以服务端收到之后呢 去认证服务端收到 这个请收到认证数据之后呢 做认证对不对 做认证 然后认证通过 这个是用后端代码来实现的 比如说用pip啊对吧都可以实现 然后认证通过之后呢 会返回一个带有set cookie的响应什么 报文 客户端收到之后 客户端收到之后呢 什么 以后的什么 以后的通信 对吧 比如客户端收到之后 他会什么记录下来 记录 cookie到浏览器 然后通 然后什么 发送请求时 会携带什么 携带刺 cookie 单 当然什么 怎么携带 什么时候携带 是不是取决于什么 我们cookie的那些属性 对吧 比如说你是 你的属性是他的域 和我们现在访 要访问的这个站点的域不一样 那我肯定不会携带 对吧 或者路径不一样 pass不一样 那也不会携带 所以不是乱携带 不是没访问 应该往这里会携带的 ok 就是这个过程 session 那session呢 那session呢 这里真的没有图 我们再来看一下session session session有什么东西 session呢 是服务端 对吧 使用的一种 记录什么 客户端状态的机制 注意它是保存在服务端 它和cookie的区别不同 cookie是保存在客户端 对吧 浏览器端 然后session的话呢 是保存在服务端 那至于保存在服务端的什么位置 它可以保存在文件里面 具体 假如说我们通过jango 去做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 这个session保存到一个文件里面 然后再去什么 读文 假如说有我们收到用户的什么 cookie发过来 那里面是session 那我就什么 把这个session拿出来 然后再跟文件里面session做一个对比 对吧 所以session呢 当然也可以保存在什么redis 这种数据库里面 或者memory catch 这些数据库里面都可以保存 或者分布式 我们有分布式session 对吧 因为如果保存在同一台服务记者们的话呢 会造成服务器的压力 对吧 如果你大量的什么用户访问的话 那你服务器可能看不住那么多什么session 然后它会什么增加 对它会增加服务器的什么 存储压力 因为每一个session 是要消耗一定的资源的一定的空间的 不管你保存在文件里面 还是保存在redis里面 还是保存在其他的地方 对吧 那session里面呢 session的原理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你们已经 打开 打开一段 简单的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ession 这里呢 用到的是后端原是node.js 也就是在服务端运行的js javascript 也就是我们的后端的js 用到node的node.js的express框架 然后我们用 同时会用到它的express框架的session 用来做session的管理 前面 前面这些其实 呃 都是js的语法吧 对吧 其实都是js语法 你可以看一下 这些是const是什么 const 常量的定义吗 对吧 var是什么 变量的定义对吧 const是常量定义 然后前面呢 就是什么 导入模块吗 导入插件导入插件 导入插件 导入插件 然后什么出使画 对吧 出使上出使画一个app 然后我们可以用node.js 最后面呢 会 可以什么 让它监听在3838端口 然后 就是它也跟我们用jango 你可以类比一下jango 然后看一下 这里我们用 因为我这个账号密码的话呢 没有用 没有用数据库来存放 所以我用两个常量来存放 账号密码 这里 这里假设是呵呵 然后 密码是bilibili 然后我用一个变量呢 定义了这个什么 定义了一个session 然后这个sessiondb 叫名字呢叫sessiondb 正常的话 这个session呢 应该是保存在文件 或者保存在redis 或者数据库里面 对吧 或者说my circle 你可以保存在my circle里面也可以 好 那app use session 这里呢 我们会定义什么 这个session的属性 这个session里面呢 会需要有一个 这个secret 我们可以把这个secret呢 叫做salt 叫做颜值 颜呢这个颜 这个颜 这个颜值的作用呢 你可以理解是一个密码 对吧 然后这个颜值的作用呢 就是 把这些什么 内容做 叫什么 叫扎要 通过扎要加密算法 得到一个什么 扎要信息 对吧 扎要的数据 定义它的cookie 为什么 对这个cookie 因为我们是通过的嘛 这个session是通过cookie来传输的 然后这个cookie的 max age 最大的 有效期嘛 24乘以36乘1000 这个单位是毫秒 所以这个时间是24乘以3600秒 一天24个小时 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其他属性 我们这里重点就是这个secrete 是一定要定义的 这是我们的签名啊 其实是一个签名信息 就是我们通过什么 这个这个值 对这个session 就是对用户什么 发过来的这个账号密码信息 做一个呢做一个 签名 然后生成一个session id 好 再看一下 然后我们app get app get 就是我们如果通过get 请求 如果用户通过get 请求去访问我的什么 登录录的时候 我后面有一个回调函数 是有点类似于什么view函数啊 这个后面这个函数有点类似于我们的view函数 这里console.log是输出了一些什么 这个是日制信息啊 这个是方便我们做调试的时候用的 比如说这里有个请求 这里就不用管它 然后我们把这个用户的 信息收集起来 就用户的 这边是请求 这个是请求 这个是资源 resource 而不是资源是response 然后我们响应的时候我们发送 看这里啊 我们把用户的什么session 取出来保存到了吗 session db 然后判断一下session db 里面有没有什么 就是用户的session 里面有没有用户名 有没有用户名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发送了吗 欢迎光临 这个是判断用户是否 已经登录 我们先不管这个好不好 先看下面这个 如果它没有登录的话 else的话 我就让他们去访问一个文件 index.html 那这个index.html 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看一下 这是一个简单的html页面 内容很简单 动作是访问吗 login 指向login 就是当我点提交的时候 提交按钮的时候 是不是去访问login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提交了哪些数据呢 一个是usernet 一个是什么password 那我们去访问这个页面去看一下 但是不能不能这么去访问 只有前端没有后端 我们去在这里用nodejs去跑 跑它 不知道我们要 跑这个 跑这个后端的代码 跑起来 然后提示3838 run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访问一下 127.3838 然后审查一下 现在审查一下它的cookie 审查之前我们把前面的这些 之前访问的这些数据都清空掉 清空掉所有的数据 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呢 是没有任何cookie的吧 好 我这个是不是后端带 看那个首页 这里怎么多了个空给 这没有问题 然后点登录 好当我点登录的时候 触发了什么动作 想一想 当我点登录的时候 我们首先我们的请求变成了吗 我们通过post的方法 发了一个请求 对不对 请求到哪个页面 -login 那后端的代码收到之后 看这里是匹配到了这个 好 访问我login 那怎么办呢 我会从body里面取出用户名 因为我们是通过post的吗 通过post的那我的数据 是不是放在body里面 那我从body里面拿到用户名 然后跟我的定义的什么 用户名做一个对比 看一下一不一样 并且把密码也做一下对比对 比较一下账号 比较一下密码 如果是的话 如果一样的话 把当前的什么 这个session id 给它保存起来 把当前用户的session id 保存起来 然后往里面添加一些什么 其他的字段 比如说把username 就是给这个session id里面加一个username的名称 然后 这里输出了一下 这里我们console.log 是不是输出了一下这个 iq.session 然后去看一下 我们输出的这个session的内容在哪里 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什么 保存的session吗 服务端保存的session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username和和和这个字段 名字是和和吗 对吧 就是这个是字段的名称 这个是值 就把这个值复制给username这个名称 然后在什么 然后再返回一个html的内容 一级标题 然后再取什么 取他的用户名 输出出来 那同时会有一个登出的操作 对吧 登出操作 那登出操作呢 是访问什么 logout 那当我呢 当我要登出的时候 把这个session给他什么 摧毁掉 删除掉 就是这个是 是不是清除服务器端的什么session 用户 什么时候会清除啊 就当我把这个浏览器给他关掉的时候 或者用户什么 退出的时候 对吧 都会清除了吗 session 然后从并向到什么 根目录 登出 所以这样我们就实现了一个认证的功能 对吧 好 正常情况下面啊 当我去访问根目录的时候 是可以什么 通过这个session去读到这个用户的 信息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还有一有一点问题啊 有点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体现在 这个我们的前端 没有做任 没有做什么设置 就是导致 他在访问后端的时候 没有携带这个cookie 所以每一次就是一个新的session 会导致这个session id 每一次都是更新 所以这样会有问题 但是 正常情况下面 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应用的话 它是 你看到的效果就是 当我访问根目录的时候 是可以通过这个什么session 你这个session id的名字叫bd-session 然后它对应了我这里的什么 名称 对应了这个name 看到没有 bd-session 然后如果你没有指定名称的话 它的默认的名称叫connect.sid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有一些session的名字 叫做connect.sid 代表它没有给 就服务端那边没有给你这个session呢 命名 对吧 没有给它命名 所以我们的session呢 就是它的工作机制 就是通过这个什么脚本 我们就可以什么理解吧 对不对 虽然你没有学过node.js 但是我们可以什么 它和其他语言其实没什么大的区别 我们可以从jango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一些代码 其实都是相通的嘛 都相通的 对吧 比如说这里是express 你就可以理解为pathon的jango框架 对吧 重点呢 是这个签名 这个签名 所以它的 我们再来什么 回顾一下它的整个流程啊 整个流程怎样的呢 用户 session的什么 流程 用户 访问 服务端 第一步 用户呢 输入什么 账号密码 对吧 输入账号密码 好 这个账号密码呢 就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啊 用户输入账号密码 然后做一个什么 服务端收到之后做认证 认证之后 会返回一个什么 带有setcookie的响应报文 那在想 在响应之前呢 服务端会什么 根据用户的什么 账号密码信息 生成一个什么session id 对吧 这个session id里面呢 可能就会包含什么 就是包含的就是用户的什么 除了用户的 呃用户名可以放用户名 因为这个属于什么自定义的 我们刚才这里加的自己加的这些东西啊 属于session里面的自定义的属性 比如说session里面有什么 有secret的这个是必须的 就是对用户的什么 这个账号密码做一个签名 得到了一个什么 得到了这个值是就是一个session id 对吧 对吧 我们就是得到啊 就说 分配一个什么session id 就给session id呢 做一个什么签名 然后我们通过setcookie呢 发送的其实就是什么 这个签名的值 签名的信息 所以就算你用户 黑客拿到了这个什么session id 他也不能什么 从这个session id里面呢 去获取用户的 或者说解码用户的什么 用户名和密码 这些东西呢他是拿不到的 ok 服务端根据用户的什么 登录状态 然后分配一个session id 保存起来 具体保存在什么位置呢 不一定对不对 可以保存在文件 可以保存在数据库 也可以保存在redis啊 这种飞观型数据库 然后在什么 对这个session id 做一个什么签名 得到一个签名的什么 一代签名的session id 然后把这个签名的信息呢 发发送给通过setcookie 发送给什么客户端 所以客户端保存的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签名后的一个session id 啊 签名后的 那以后用户想要去 呃 跟服务端通信的话呢 就携带什么 这个session id 然后服务端收到之后呢 跟自己什么 跟自己服务端 的session id 做一个对比 这样来判断这个用户 是不是 登 是不是什么 登录过 这个是 我们的session 那除了session之外呢 呃还有一种极致啊 叫jwt啊 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 用的普较普遍的一种jwt 全称呢叫json json web token jsonweb token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看这张图 现在看起来好像什么 好像他和我们刚才讲的 session有点类似 对吧 你说看一下 在前端 我们会做用户认证 会把用户的什么账号密码 对吧 提交到后端 后端认证通过之后呢 会生成一个jwt token jwtoken 然后这个jwttoken 会返回给 前端 让前端保存注意 这个jwt呢 是保存在 在客户端这边的 保存在客户端 那以后我们前端要请求后端的接口的话 比如说我要访问他的登录 登录或者说我们 要什么 要去转账啊 或者说要购物的话 是不是直接通过呢 携带 携带 在请求头部里面呢 携带这个token 然后后端呢 会什么 把这个token呢 拦截下来 来验证这个token的有效性 如果这个token有效 那我就什么 执行着我们的业务逻辑 如果无效 则返回错误 或者说直接返回重新登录的页面 然后可以发现它和session的区别是什么 session是放在什么端 服务端的对不对 然后这个jwt呢 是保存在客户端的 那服务端只需要保存一个 签名信息 签名信息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原码 关于jwt的什么一段原码 就是 是不多 比刚才那个简单一点 同样也是用到 需要导入一个jsonweb token的一个插件 那看这里 然后我们需要定义什么 定义一个 jwt secret 这个是服务器唯一要保存的一个东西 就它不像 不像我们的session这种机制 session机制是服务端要保存用户的所有的sessionID 但是我们这种 jwt的话呢 只需要在服务端保存一个jwt的密码 或者说jwt的密钥 然后假设我们要对这个用户名 呵呵 然后密码呢 bilibili 做一个认证 假如这个是账号密码 但这个账号密码呢 一般是保存在数据库里面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写数据库啊 所以直接用两个长量来表示 好看这里 登登录 好当它登录的时候 我们 这个可以不需要 这个是我做的打印的一个 那个日志 首先判断用户密码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 这里注册一个什么 token j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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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我们导入的那个插件 我们给它命名 然后通过它的sign 这个方法呢 去注册一个token 然后我们用到哪些东西呢 用到 呃 名称 我们给 给它什么 用到一个name 那jwt的格式 可以看一下 jwt的格式呢 由三部分组成 一个是header 第一部分呢是header header header里面呢包括什么签名算法 还有什么令牌类型 就是这个token它的格式 然后第二部分呢是payload payload payload payload里面呢包含什么 我们 呃 包含我们需要传 地的数据 包含需要传递的数据 例如 什么 iss 什么发行人 谁发行的 esp 这个token的什么有效时间 对吧到期时间 还有什么 sub subject 主题 还有什么 riat 什么发布时间 叫 issue at 什么时候对吧 在什么时候发布的 叫发布时间 那还有一些什么 自定义的数据 比如说我在这里 我们 这个 原码里面 我们是不是自定义了什么 一个name 这个name的值是谁 是 username 对吧 对吧 我们从body里面收到的username 这个什么 这个字段的值吧 但我们的请求方法注意是post 就是我们从这个post的请求 我们通过post的请求传递的username 这个什么 参数的值 好 呃 这个是什么 算法吧 算法 我们用的是hs256 这个 签名算法 这个是有效时间 这个是payload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 第三部分呢 叫signature signature 叫签名 这个签名呢 是对上面 两部分什么 数据 在什么 经过base64的编码 经过base64的编码 后 就上面两部分数据就是 header和payload的这两部分数据 经过什么base64编码之后 再通过什么 secret这个密钥做什么签名 对不对 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个值 所以jwt它的格式 我们把它 拿出来 我们去去看一下它的官网 在这里 在这里 看一下jwt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jwt java jwt jwt 然后他看一下点 是不是有两个点 是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 包括第一部分呢 指的是header 然后这一段值就是对header 做base64编码之后的一段值 然后payload呢 是不是数据 我们需要传递的数据 是中间这一段 但是我这个数据 注意不要传密码 因为它是通过base64编码 对吧 通过base64编码 如果传密码的话 你很容易被解码出来 就很容易解码了 然后第三个呢 是什么 signature 用于验证的signature 签名信息 就是后面这一段是签名 它是综合的 上面这两段base64的编码 然后再用签名的密钥 然后上面是不是指定了签名的算法 hs256签名算法 然后类型是jwt 然后得到的什么 一个签名 啊签名 然后我们再发送什么 发送这个token 在响应里面呢 把这个token 发送给什么 用户 对不对 用户收到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什么 通过这个token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vip的页面 就当他访问vip页面的时候 我们去验证jwt.verify 去验证这个token 就是这个请求里面的token呢 和我们自己用这个什么 jwtsecret 因为这个请求里面的token 是不是包括什么 包括header部分 还有什么 payload部分 我们对他做解码 然后解码之后呢 再去做base64的编码 或者你也可以不用做解码 你直接什么 直接对这两个 bass64的编码 再加上我们自己本地 是不是保存了一个叫secret jwtsecret 我们用这个签名的密钥对他什么 做 签名的什么 通过我们指定的签名的算法 对吧 来计算出一个签名 然后如果验证通过的 如果一致的话呢 是不是验证通过 如果验证通过 那我们叫什么发送vip用户 然后这个用户名是怎么获取到的 看这里 decode decode的对吧 decode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什么 数据部分的 我们要传递的不同的数据的字段 比如说我们在 上面是不是定义了一个name字段 那name字段是不是我 我要登录的这个用户名 那我传就说 当用户登录的时候 我要显示欢迎用户什么用户 那我是不是可以从jwt里面 拿到这个用户的用户名 对不对 对什么 因为是对这个payload部分做bass64的解码吗 解码很容易对吧 解码之后我们就拿到了什么 可以通过.name 点name是不是这个用户名 好 来跑一下好不好 跑一下 我来写错 jwt 这个是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哦 这个地址已经监听了 那我就关掉它吧 重新来一下 nestate nestate nest 3939 那已经已经启动了 那我们就直接什么来访问吧 这里呢我们通过一个 用postman来做前端的测试吧 看着我看着我的操作 看一下这里我们去请求他的3939 对吧3939 用什么方法呢 可以用get的方法或者用post的方法 我们这个原码呢是直写了什么 两个路径吧一个是login 一个是什么post 然后我们通过什么访问他的login login 然后通过post的方法 好现在直接发送数据的话呢 我们返回的是账号密码错误 对不对 是不是执行的是这一段代码 那 因为我没有给他传用户名和密码吧 那我们现在把用户名密码呢 给他传过去啊 怎么传呢 在这里 我们在body里面呢 传这种 roll格式的数据 类型呢用json 来写啊 要传什么数据 一个是username 用户名 用户名假如说是呵呵 逗号 密码 bilibili 好 我发送过去 注意看 响应啊 下面可以看到响应 响应 我们拿到了什么 是不是拿到了一段 token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一段token 那这个token有没有效呢 我们可以放到这个 官网jwt官网里面去 看一下 然后payload的数据部分呢 是不是解出什么 他里面呢 是不是有一个name字段 直是什么 呵呵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访问 他的vip的时候 访问他的vip页面 我们把这个token呢 保存起来 我访问他的vip页面的时候 来访问他vip页面的时候呢 我们在body里面呢 把这个token放上去 token的值是我刚才 对吧 保存下来的这个值 然后发送 嗯 也觉得错哦 是vip吧 嗯 嗯 没了 等一下我重新跑一下 可以了啊 他自动自动退出了 那我得重新来对吧 不用重新来吧 不用重新来吧 因为我这个token是保存在 客户端浏览器这边 对不对 那我直接用这个token去访问他的vip 站点啊 vip页面看一下 他的返回内容 是欢迎vip用户和和 这个时候你想一想 当你是 假如说你是用张三这个用户去登录 然后服务端是不是也会给张三这个用户呢 生成一个jwt 然后发给张三 的浏览器 张三浏览器收到之后 会把这个jwt呢 保存在什么 本地 然后通过什么 通过get请求 或者post请求 可以把这个jwt发过去 那呃 通过get如果通过get请求的话呢 他有一个请求头部啊 叫 叫什么 叫authorization 就有一个这样的请求头部 这个请求头部呢 就可以把 就可以放里面呢 就可以放token 就我可以把这个token呢 放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token服务端收到这个token之后呢 是不是可以对他的什么payload的部分做一个解码 拿到这个用户名啊 就我只拿到了这个用户名 对吧 我只要这个用户名 然后 然后我这个用户名可能需要什么 在这个页面去显示出来 那我们可以直接什么 很方便的获取到这个用户名 好 那这jwt的话呢 就是一种也是一种什么 用来做绘画保持的 极致 那其实这种类似于token的用法 就是我们之前也用过 对吧 还记得吗 比如说撒旦 我们用撒旦收射引擎的时候 我是不是给你们了一个token 对吧 给你们一个token 你们是不是直接用这个token呢 他就服务端 是不是直接用这个token来认证你这个用户的身份 啊 那有了token之后 csrf这种漏洞的话呢 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 因为csrf漏洞呢 它是基于什么cookie的 那我jwt这种机制根本不传cookie 对吧 根本不需要用到cookie 当然我们jwt是不是也可以放在cookie里面 对吧 也可以放在cookie里面 也是可以的 ok 这是 我们的 三 就是说 cookie session 还有什么jwt 这三种机制 用来做绘画保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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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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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